你知道漫威的细节到底有多牛吗 在望拿成为飞红女巫的那一刻 完美和洛基剧情达成了神同步 而疯狂的多元宇宙也就此展开 洛基和希尔维走进时间尽头 来到了城堡之中 出现在眼前的却是小天才手扁 根据他的描述 这里的主人名叫遗留之人 他创造并控制着一切 并且承诺只要不回吊师管局 就可以让洛基二人回到神圣时间线 干掉灭霸 永远无限手套 统治复联 获得阿斯加德的王位 甚至可以让他和希尔维在一条时间线 握上没凶没臊的生活 这些随时都可以安排 面对如此诱人的条件 洛基两人却选择直接拒绝 两人继续前进 这时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个男人出现在二人面前 此人正是遗留之人 或者征服着康 他邀请两人乘坐电梯到办公室洗聊 电梯 希尔维尝试多次刺杀 却因为对方手握时间控制器 根本无法伤其分毫 没办法两人只好乖乖坐下 先听听对方想说些什么 随即康拿出两张纸 上面赫然写着洛基两人的 现在以及未来 将要发生的一切 包括二人一路走来的经验 也仅仅是按他的剧本进行 康明确地说出 尽管在你们看来 诗冠局的手段充满了欺骗 但是如果没有诗冠局和神圣时间线 世间的一切都将毁灭 而造成这一后果的 真是多元宇宙里的自己 接着他给洛基两人 讲述了诗管局的由来 在31世纪 康是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科学家 无意间他发现了多元宇宙 同一时间 其他宇宙的康也发现了这个奥秘 于是千里因缘一线千 他们分享各自宇宙的科技和知识 可有些康确认忠于征服其他宇宙 于是一场多元宇宙大战正式爆发 就在宇宙即将毁灭之际 康发现了可以吞噬时间和空间的艾里奥斯 他控制这股力量终结了多元宇宙战争 并隔离出了神圣时间线 同时成立了诗管局系统 统一对其他时间线进行管控 接着康给了他们两个选择 第一 杀掉他 然后面对无限的宇宙的他 并开始多元宇宙大战 第二 由洛基两人接替自己的位置 当故事管局 希尔维听完很生气 他觉得康完全把人生当成儿戏 但康却说他不是针对任何人 只是这么做是最有效的方法 而就在这时 康突然变得神色凝重 看到这里 我彻底被漫威的剧集联动惊呆了 实在太细了 没错 就在刚说出的跨过界限时 正是旺达幻世的最后一集里 旺达成为飞红旅屋的时刻 两者达成了神同步的27分35秒 而当阿加沙被旺达扔到地上时 康手中的狮子也同时落下 随后康更是坦言 他已经无法预知接下来的时间走向 看来旺达的混沌魔法 才是真正打开多元宇宙的开端 此时城堡外的神圣时间线 也开始出现多条分支 康却显得格外兴奋 他迫切地想知道 洛基二人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希尔维听后不想废话 提到就要了结他 可洛基劝他再慎重考虑一下 如果杀了他 或许真的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希尔维听后却认为 洛基是为了这个王位才阻止他 无法达成共识的两人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洛基不想伤害他 只是一味的格挡 却不慎被魔法击飞 最后洛基索性丢掉了武器 试图用真情让对方冷静下来 这一刻两人的情感 再也控制不住 随着两人调换了位置 希尔维将洛基送到了使馆局里 而面对死亡的康却显得既兴奋又期待 希尔维一刀刺在他的胸膛 而康的死让神圣时间线彻底失控 无数分支开始快速延伸 而再使馆局里的洛基 赶紧找到老莫和队长 告诉他们城堡里发生的一切 柯老莫根本不记得他 正当他疑惑之时 他发现大厅的雕像 已经从三个守护者变成了征服者康 显然他已经来到了其他的平行宇宙 前有星爵一拳打出复连4 现有女洛基一刀干出第四阶段 真是将山带有人才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洛基第一季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